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来自美国爱尔瓦州一帮有27年交情的老朋友 这些美国固有回访习近平的有异种子之旅是如何策划的 他们给习近平带来怎样的礼物 深圳卫视记者深入爱尔瓦州带来第一手的采访报道 习近平二月访美期间专程前往美国爱尔瓦州的马斯卡廷 会见27年前的老朋友 故地重游的行程给中美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时隔三个多月在北京与爱尔瓦州的老朋友再次相逢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 习近平表示此前对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 是为了落实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2011年达成的共识 进一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重要关键时期 双方正积极致力于如何走出一条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美人民交往不断加强 30多年前中美刚建交时 双方一年只有几千人互访 现在每天就有9000人往返于中美之间 在美留学的中国人和在华学习的美国人 也分别达到了16万和2.3万 习近平说 人民交往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 是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 探索新型大国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洁动力 艾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表示 我们这次访问带来了300万 艾瓦州人民对你2月访美时 重返艾瓦州的感谢和访问成功的真诚祝贺 他坚信 有意可以帮我们缔造和平 打开合作之门 也可以对我们两国以及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艾瓦州的马斯卡廷 这个原来在地图上不怎么显眼的小镇 因为习近平今年2月的再次到访 而为不少中国民众所熟知 由于事前获悉这些美国友人会应邀回访北京 看望他们的老朋友习近平 我们的记者又再次前往马斯卡廷 我身后是萨拉兰迪女士的家 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到访期间 在这里重新见到了他当年到访马斯卡廷期间 所结识的老朋友们 应习副主席的邀请 萨拉兰迪女士将率领这批老朋友 于今年5月29日至6月5日 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开始他们的友谊种子之旅 据了解他们8天的中国之行 将前往北京河北和上海等地游览 萨拉兰迪称这是自己第四次去中国 但是访问团一行很多人都没有去过中国 因此到时会游览很多著名景点 像是长城和故宫等 1985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带领由5人组成的养殖业代表团 访问马斯卡廷的农场和俱乐部 2012年2月习近平借着访美时机 再次到访马斯卡廷 会见了27年结识的部分老朋友 这场亲民之旅当时给美国民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埃尔瓦州当地的华人表示 习近平访问埃尔瓦州的影响力已经呈现 最近很多中国企业家 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往埃尔瓦州参观考察 这给埃尔瓦州及周边的州带来巨大的商机 I think there are businesses that are located in Muscatine that already have a relatio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y personal goal is to establish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with a city in the Habe province and those wheels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churn in a positive fashion so that's what my role is in this thing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and my goals and I'm very hopeful that we can get thos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next six months to a year beautifully made tea set this is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rtwork I've seen in my life we have these items on display here at City Hall for the public in Muscatine to come view anytime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今年2月习近平到访时 曾给老朋友们送上中国风茶壶 这让霍普金斯大开眼界 现在回访习近平 什么礼物能代表马斯卡廷 就成为了小镇居民讨论的大事 尽管中方人员表示 如果要带礼物以简单为主 但是马斯卡廷市民们 还特别为礼物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我身后的建筑 是马斯卡廷历史与工业博物馆 那么对于赠送给习近平副主席的礼物 当地居民进行了讨论 那最后决定赠送两件主要的礼品 一件是由当地艺术家所画的画 画的主要内容是马斯卡廷当地的人文与历史景观 另外一件礼物就是习近平副主席 这次2月份访问期间 和他的老朋友们所留的合影的一本影集 深圳卫视记者马斯卡廷报道